各位好,現在要來介紹的是 minor blues 我們先簡單的回憶一下之前所教過的藍調十二小節 我以A blues為例,第一集的和弦會是A7 第四集的和弦會是D7 第五集的和弦會是E7 你會注意到這個是第一集,這是第四集,這是第五集這樣的相對位置 請記住這樣在紙板的相對位置 第一集,第四集,第五集的根音 當然如果你的第一集在第五弦會有另外一組相對位置 你可以在我其他的影片裡面找到這樣的教學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一個A blues稍微快速的複習一下 我們把它想成是十二個小節 然後一共寫成三行 每行就有四個小節 第一行的四個小節分別是A7,D7,A7,A7 這樣四個小節 再來第二行的四個小節分別是 至於右手你可以用任何你習慣的節奏從第一個小節開始 1,2,1,2,3,4 E5,2,3 1,4,2,3,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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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,3,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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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5,6,5,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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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7,6,6,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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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67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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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 3,3,1,2,3,2,3,4,6,7,7,8,6,7,7,8,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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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8,7,8,7,7,8,7,7,8,8 далее 接下來我要把剛剛的這些和弦轉變成m blues的和弦 所以第一個小節的原本是A7這個和弦 我要把它改成Am7 把這個大三度的相對位置降一個半音 變成一個Am7 至於D7就變成Dm7 而E7會變成Em7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一點 也就是今天這堂課的重點 就在於這12小節的進行裡面 我們還是會把最後一個小節的這個E7 保留它是屬7和弦的形式 我們比較少的情況會把它變成Em7 當然你硬要這樣彈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一般來說會比較習慣E7的聲響 它比較能夠保留這種blues的感覺 主要重點在於第五級和弦 不一定是遇到E7 如果是E blues的話 你就不是盯著這個E7要保留 不讓它變成m 而是它的第五級 E blues的第五級 它應該是B7 你要把這個B7保留下來 現在我們來試試看 彈這些m blues 第一個跟音A 它的m7是這樣按 當然也可以 這樣按 至於Dm7 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 在第三行的第一個第五級和弦 我會把它原本的E7改成Em7 然後最後一個小節 也就是第十二個小節 我會改回E7 我們來彈一次囉 1 2 1 2 3 4 4 2 4 4 5 4 4 5 5 6 5 6 7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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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相信你會注意到 最後一個和弦我用的是E7 但前面一次的這個E 第五級我會用的是Em7 我們現在來對比一次 就是都是用數七和弦版本的 藍調十二小節 跟m7版本的藍調十二小節 我們先來彈一次 1 2 1 2 3 4 5 5 5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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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7 現在來試試看 M7 1 2 3 4 7 7 7 8 7 5 8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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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音樂音樂 現在我要試試看 把最後一個E7改回Em7 有的人可能會好奇想要知道 最後一個和弦如果第五集硬要是Em7 會是什麼感覺 是一次的1,2,3,4 音樂音樂 音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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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 李宗盛